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老钟讲新闻,看一下这条消息 香港一名育有5名子女的32岁未婚母亲,以稀释奶粉喂13个月大的幼子 令男婴长期营养不良,活活饿死 此前被裁定疏忽照料,婴儿罪名成立 今日在区域法院被监禁6年 据报道,法官判刑时宣布,被告长期未向男婴提供足够的食物致其饿死 不仅疏于照料,也未向其提供医疗协助 且被告一直以智力不足作为求情的理由 但被告的生活能力与常人一样,在法律上不属于弱智 减刑理由无法成立 32岁的被告于去年5月发现幼子没有反应,送院后证实死亡 其幼子出生时体重是正常的2.85公斤 但至同年5月死亡时体重只有3.01公斤,是同龄婴儿的一半 法医报告指出,男婴是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饿死 再来看这条消息,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出性丑闻 不过这次的受害人是一名50岁的男记者 他因无法忍受一名女性员工对其多次进行性骚扰 于22日自杀身亡 BBC记者乔思琳在5年前被一名女同事盯上 多次对他进行性骚扰 在乔思琳拒绝他的性要求之后 这名女性向他发了许多辱骂性内容的简讯 通过这种方式诅咒和贬低他 据死者的父亲透露 在乔思琳向公司投诉这件事情之后 公司管理层有许多机会来干预这件事 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来帮助乔思琳 乔思琳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在上周撞巴士自杀未随后被送往精神病院 本周一他被发现用塑料袋包着头部窒息死亡 BBC日前被曝出已故主持人萨威尔 涉嫌性侵300人 其中包括未成年少女 但他多年来一直被总裁恩特·威斯尔包庇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